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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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述我的完美一天 我想我的完美一天就是早上能睡到自然醒 然后下午的时候可以跟我的一些好朋友们一起享受完下午茶 然后傍晚的时候可以吃完饭去散一个布 这就是我完美的一天 搭乘飞机时我总会携带的三样物品是什么 我觉得这三样物品一个是眼罩 还有一个是论唇膏 还有耳机 那就让我们看看我的版部包包里有什么吧 有一个我经常使用的零钱包 因为这个包它不仅可以去装一些信用卡 然后它还可以装一些硬币 所以有时候去欧洲的时候携带它非常好用 第二件物品 就是一个有线耳机 因为我觉得它比蓝牙耳机好的是它不用充电 随时我想用的时候就可以用了 在你的职业生涯中 你最满意的一点是什么 我觉得在我的职业生涯中 我最满意点是 一直感谢有一群热爱时尚行业的朋友们 他们支持我 因为他们的鼓励可以让我变得更加地去 愿意挑战我自己的工作 让我变得更靠近自己的梦想 你最喜欢哪个季节? 我最喜欢的季节是秋天 因为在北京的城墙是红色的 然后有这样金黄色的枫叶 会让我感觉格外的浪漫 你最解压的食物是什么? 我最解压的食物是果冻 我有一把钥匙 可能大家会觉得我比较是一个保守的人 守旧的人 因为我现在依旧会用钥匙去开我家的门 就是它 迷你的小草莓 它不是一个可以吃的草莓 它其实是可以把照片放在上面的照片夹 是不是很可爱 你最珍视友情中的哪一部分? 我觉得我自己最珍视友情当中的 这部分就是信任 与我们分享一下 你童年最美好的一段记忆吧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 我觉得这一段记忆会格外的美好 那就是在过中国新年的时候 能够跟家人们一起团聚 围桌的时候包个饺子 然后看着春晚 我觉得那是我童年里面最美好的一段记忆 什么会给我带来力量 我觉得能给我带来力量的是朋友之间的支持 还有工作伙伴的信任 在巴巴里有我最爱的 糖果 然后我觉得我们随时随地都需要糖果给我们开心的能量 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 我平常会携带的一个梳子 这个梳子可以让我在学位上有一些暗移 偶尔可以梳梳头发 喜欢胶片还是数码设议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胶片 因为胶片的照片只有在充映出来之后 你才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 我喜欢这种惊喜 喜欢早餐、中餐、还是晚餐 那我喜欢的当然是早餐 我觉得一日之际在于城 如果当你吃了一顿非常美好的早餐 会让你一天的心情变得非常愉悦 它是一个环保袋 平常我去不同的国家或者城市 我都会去超市 因为我觉得进入到超市 就像进入了一个彩色的世界 然后在那里能够让我感受到当地的美食 还有人们的风情 最后一个问题 你在什么时候是最做自己的 我觉得我时时刻刻都在做自己 很高兴呢 能够来到古池的21视频单元 跟大家分享我的故事 然后希望大家喜欢 拜拜 展示一下你最棒的台步吧 在这里吗 我觉得这里的空间有点小 要不然一会儿你跟我出去走走 我带来给你展示 对 对 对 我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